那你 你怎么一个这么晚才回来呀 你这样不把自己毁了吗 我不早就已经被毁了 那女孩子很有意思 家里特别有钱 然后从小就在美国 回来以后呢 就是不想继承他们家里边的这些家业 每天泡在一个酒吧里边 你说那酒吧里边都是什么人 乱七八糟的 跟她搂搂抱抱 她也不反感 我觉得这女孩子肯定是有什么童年阴影 但是 我跟她聊天的时候呢 我觉得内心很干净 她不是一个坏孩子 这一天 你不肯定是有什么事 如铭 晓耀 吃饭了 来了 晓耀 明儿啊 今儿子跟你妈呀出去逛过去 挑个有特色的地方 咱好好地吃一顿 晚饭就不回来吃了 老太太 晚上家里是不是有什么事啊 还故意要避开我们 你呀 有多想哪 你来这些日子 我明明好好招待你啊 是不是 老太太 言不由衷吧 到底有什么事啊 还不是为了你啊 周建国 你有完没完哪 怎么老针对我呀 我告诉你啊 我的容忍可是有极限的 怎么又因为我了 你不是要我们马上买一套新房吗 我们上哪儿拿钱去 就是今天晚上特意请人到家里来吃饭 厚着脸皮戒呀 你们吃吧 我吃饱了 妈 我看要不然这房具先别买了吧 这不还有地方住呢吗 都说好了干吗不买呀 别讲 还按照原来定的 咱们就那么办了 我们呢 一定把你们那个首付钱给凑齐了 等以后呢你们工作了 你们就交那个月工 行不行啊 好安 请问是周出你的奖吗 是 这是您的开地 请您签售一下 没送错吧 就是您的 谁订的花啊 谁订的花啊 好漂亮的花啊 哥 你送嫂子的 太浪漫了 不是我送的 我以为是你的呢 不是啊 这儿有卡片 写什么了 爱情不是树荫下的甜言 不是桃花园中的蜜语 不是青棉的眼泪 更不是死硬的强迫 而是建立在共同基础上的心灵沟通 我们小鸭这么快在这城市都有粉丝了 小鸭 谁送给你的 这个不是送给我的 小婉 这是送给你的吧 不是 哥 不会是送给你的吧 我更没粉丝了 这肯定不是我的 到底想干什么 你不要再骗自己了好不好 你心里根本就没有办法忘记我 你这样对自己不公平 对周舒敏也不公平 你心里爱着一个人 却勉强嫁一个根本不爱的人 难道你觉得这样道德吗 你凭什么认为我爱的是你 少勇 是我给了你错误的暗示吗 我已经是别人的妻子了 你难道还希望我们之间有什么转机 这样纠缠下去 你 我 舒敏 就会陷入往事的漩涡里 或者现在做个了断 对你 对我 都是一重解脱 小雅 花是你送的吗 是啊 在我的生活里 我不想再看到关于你的东西 所以 有些东西 必须要还给你 小雅 我爱你 难道这也有错吗 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 我们的感情早就结束了 放下过去我们还可以做回朋友 这样不是更好吗 为什么要打扰对方的生活呢 小雅 如果我打扰到你我跟你抱歉 六年前我已经放弃了 现在我肯定不能再放弃了 否则我会遗憾一辈子的 人生本来就充满了遗憾 你再这么执着下去 只会造就更多的遗憾 我已经结婚了 放开手 给彼此留一些美好的回忆和面相 不是更好吗 我希望 你能明白我的意思 我可以的几天 我希望能不能再放弃了 你能不能再放弃了 我可以把你放回忆 我能不能再放弃了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喂 哥 怎么着 我跟你说件事 什么话呀 我刚才好像看见我嫂子来我们公司了 去你们酒店怎么了 不是 就是我觉得她神神秘秘的 行了 你多操心点自己的事 以后不许乱想你走了 我先忙着呢 周景光 我问你个事啊 有屁快放 你是不是有病啊 你有药啊 我跟你说的是真事 我也没撒谎啊 你是不是真有病啊 昨晚上的事你知不知道 昨晚上什么事啊 你真不知道 你 你是不是有梦无证啊 你胡说 不是 不是 你昨晚上你 你拿着菜刀你就 你就 一点印象都没有 不可能 你别吓我啊 我已经好了很长时间都没犯了 再说了 再说了 梦游政的人 什么样你知道吗 梦游政的人 会经常触摸在他的 仇人的身边 尤其是晚上 拿着菜刀 挑西瓜 我是那样吗 我不会是真犯了吧 那你可得小心点啊 梦游政的人 杀人是不犯法的 知道吗 好 你的资料我已经看过了 丽娜也介绍了你的情况 可惜 现在设计师的位置已经满圆了 现在营销部还确认 要不你先到营销部干一段时间 可以啊 如果您愿意给我机会的话 我当然也愿意尝试了 谢谢您啊 不用客气 那我就把营销部的经理交过来 你们俩聊聊 好啊 若楠 到邦市来这儿 晓晓 我能不能问一问 你微博婚姻的事情 你为什么敢和一个没见过面的男人结婚呢 而且还通过微博这样的维建 弄得天下结枝 是不是有点太高调了 如果有一天 我是说如果 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 你觉得不幸福了 你不怕别人笑话你吗 我有选择我自己人生的权利 我不在乎别人的眼光 而且 这个应该不属于领导管辖范围吧 有性格 我喜欢 周建光 周建光 出来一下 干吗 坐 坐 什么话说 你坐下再说 坐 坐 我觉得啊 我们应该签订一个 共住合约 共住合约 什么共住合约 你看啊 咱们现在不是住到一块了吗 老是这么吵吵闹闹的 我真的觉得 太没劲了 苏不赢啊 这是我这点 还认识你之后 第一次通你嘴里 听到的一句像人话的话 为了和平共处 不再争吵 免得影响孩子们的感情 所以呢 我就拟了个共住条约 你看看 如果没意见 我们就照着这个执行 你看看 共住条约 一 双方互相克制 不准言语伤人 第二 不准晚上十一点后 经过客厅 以免影响 对方的睡眠 进来 马总 你找我 来 我跟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苏小亚 你好 好 早晨起床必须要轻手轻脚 不得制造 想生影响他人 第十一条 在家 在家必须衣着整齐 不得过于报复 苏不英 搞错了没有 这是我的家 我在这儿给他待了几十年了 我一直这么生活的 你个不受欢迎的外来者 你凭什么指着画脚 提出一些非凡的要求 你以为你谁 郑建国 你少跟我提什么 这是你家你家的 我用不着你提醒 你以为我愿意待在这烂地呢 你以为我愿意整天看着你这张臭脸 你可以走啊 可以走没人拦着你 我不走 干嘛呀 你也跟我走啊 然后你们觉得我女儿心软 你们好欺负他 我告诉你 没门 我苏鬼英 风风雨雨几十年 我独自把孩子给拉扯大了 我什么事没经历过 痴迷王良 什么小鬼我没见过 你俩皮太厚了吧 彼此彼此 原来 你就是闹得沸沸扬扬的 苏小雅小姐呀 在网络上很红嘛 不过时间算起来 你们应该还在新婚期啊 是不幸福吗 怎么会跑到我这儿来找工作呢 我是觉得 女人即使结婚了 也应该有属于自己的人生 所以我就来这里了 我想要一份工作 而您这里正好有一个职位空缺 这就是我来这里的原因 嗯 那好 刚好这里有个案子 没有人负责 亚勇酒店的案子被否决了 跟这个客户的员工辞职了 这个案子就交给你来处理喽 好 经理 专业人员的提案都被否决了 我只是一个学设计出身的 这个我恐怕做不了吧 我希望你从现在开始 摆证自己的心态 你已经不再是一个设计师了 你只是一个普通的营销人员 作为一个营销人员 没有专业不专业 各有各的优势罢了 这是你的第一次工作 第一次机会 第一次考核 我希望你能好好珍惜 好好把握 但是我只是来实习的 这么大的项目 我恐怕真的接受不了 那就难办了 其他的案子 都有专人在负责 只有这个案子 还没有被搞定 我就是希望你 能够接下这个案子 那请问 亚勇酒店那边 是谁在负责啊 我需要跟谁对接呢 你不是跟丽娜很熟吗 对了 还有 丝旺服饰新装上市的企划 也一并交给你来处理 好的 那我马上收集一下 这两个客户的资料 然后尽快做一个方案 发给你 我这个人公私分明 你做得好呢 我当然会在你的业绩上加分 如果做得不好 那麻烦请你走人 祝你好运了 就是这个事 我心做 你们两家吧 最近也挺紧张 也正感受小明呢 娶媳妇这个事也遇到困难了 你说你们不帮 谁帮啊 什么 二姑娘 你表个态 她可是你的亲侄子 她小时候你是最疼她了 咱们吧 可不能因为别的事 把她这段婚姻给搅黄了 妈 这小明结婚 我们掏钱 出份子 这也是天经地义 可是 她们的婚姻 能靠谱吗 你们心思什么呢 我跟你们说 我老太太活到这么大岁数 我不会看走眼的 妈 没说您看走眼 也没说人家姑娘要骗谁 我们这意思是说 她这婚姻能维持多久 从来没见过面 也没个说没拉气的 这没有感情基础 甭说小年轻呢 这我们两口子 时不长的还半个嘴炒个价呢 你这人有毛病啊 往咱们俩身上扯什么呀 妈您看 说说说就来了 她这网上认识的 要吵个价 那说离不就离了吗 离离离的 你就会说那句话 刚结婚你就咒人家 我跟你说啊 我呀还等抱丛孙子呢 我是不管你们什么微脖啊 围巾呢 我跟你爸没见过面吧 那不也有你们几个吗 家过的不是挺好的吗 怎么了 我就看那闺女挺好的 挺好 那结婚 你怎么看错事了 哎呀 你就别问他了 他儿子买房子 他都掏不出钱 他还好意思说话 我跟你们说啊 这钱呢送我接点 冲我来 来 妈 您要用钱啊 您用多少 我们给拿多少 这是天经地义的事 我们不是不给 我们觉得这会啊 接得有点不太靠谱 你怎么跟我说起 车谷的话来了 没事的时候就说老太太 用钱说话呀 我今儿就告诉你们 老太太要用钱了 你们拿多少 说 说 说 妈 这房子如果写那女房的名字 我们有点 不太放心 万一这离了婚 这不是让人骗套房子吗 你说是不是啊 对啊 就是啊 妈 这房人之心不可无啊 没错 对啊 这网上这事多了 我们啊 还得多留个心眼吧 怎么着 你们让人骗过 再就是你们骗过别人 我就不信了 人家闺女 大老远的千里迢迢 跑到这儿啊 跟小明结婚 人家是为了骗房子吗 那大妈这能愿意吗 你愿意吗 你能同意吗 妈 你别以为你是好人 这天底下都是好人哪 你给我闭嘴 你有多坏就把别人想得多坏 你有多好 你得把别人想得更好 行行行 别说了 我看妈是铁了心了 看上那姑娘了 大哥 二妹 我表个态啊 这小明呢是我亲侄子 也是咱周家的长孙 按说啊这婚礼啊 应该是风风光光的办 我们呢也应该风风光光的参加 这些话都不说了 我丑话说的前头 这小明离了婚再结婚 我们可什么都不管了啊 说什么话呢 我出十万 行 我们跟老师家一样 一家能不能再出五万呢 妈 妈 这钱呢算我借的 我这棺材本钱 你们就不用出了 行了 你们也忙一天了快累点 晚饭在这吃我 妈 妈 妈 我给你你你你坐着我来看 我敢打赌 他们的婚姻肯定长不了 最多俩撒一眼信不信 搞不好 三两个月都维持不下去 这闪婚的人啊 大多数结局都是闪敌 他们这玩得太火爆了 根本就没有感参基础 这婚姻太脆弱 你随时都面临着解体呢 没错 打水啊 嗯 我很烦恼 非常烦恼 怎么了 宝宝大人 有什么不开心的事 说出来让我开心一下 同事们看我都像看怪物 总觉得我们婚姻长不了 每个人都拿这件事来说 烦死我 你就算质疑我的人品 也不要质疑我自己的眼光吧 相信自己 相信我们的婚姻 会幸福美满 天长地久大 可是我还是很烦恼 我不想被人指指点点 整天议论 老婆 老婆 你要知道 五花八门 是我们这个世界永恒的特色 有人爱财宝 有人爱面 有人爱美女 有人爱帅哥 也有人什么都不爱 天生爱八卦 纯属个人爱好 收拾好自己的心态 别太在意了 哎呀 名人还真不好当 舆论压力也太大了 放心 我会叫他们闭嘴的 干嘛 你想杀人灭口吗 我要严肃地提醒你 你嫁的是一个知识分子 不是一个变态杀人狂 不过我们可以用板砖招呼他们 好吧 我等着你让他们闭嘴哦 人言可畏啊 怎么了 你又在那敢拍什么呢 小鸭今儿去上班 他们同事特别八卦 说我们俩的事成不了 因此小鸭心里很不爽 我觉得这特别正常 哪是正哪是成啊 女人都这样好吗 他们的价值感无法通过工作 来满头的话 那就只能通过八卦 来证明自己存在 倒是怎么回事 你说恋爱本来应该是 两个人的事 我们俩这怎么天天 就跟做秀一样呢 我这么低调的一个人 你暴露得这么彻底 我不同意你的观点啊 你要是爱他 这就不是秀 你要是不爱他 那才叫秀呢 你觉得我不真心吗 我再怎么真心 别人都拿得当秀看 我从来不在意别人的感受 也是 也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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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头子 今天过得怎么样啊 好 那那妈 我说阿姨 晚上到家里吃顿饭 好的好的 乖 再见 妈 你这是干吗呀 妈一天不如一天了 你要是还心疼吗 就早点结婚生子 事业再成功 没有家庭也不行啊 你就是给我多少钱 让我想多少福 你老关棍我不开心呢 那你就是最大的不孝 各位 请问苏晓雅女士在这儿吗 老婆大人 小的特来接你下班 小的在花家私房菜订了一个包房 以庆祝老婆第一天上班 喂 你不是有稿子要赶吗 怎么来这么早啊 所以什么 稿子重要还是老婆重要 我们走 我的包 小的该死了 就那位好些人帮我们关一下电脑 谢谢 再见 再见 好 画画 怎么看到没有 这也太浪漫了吧 天哪 我要是有这样一个男朋友多好 得了 幸福是羡慕出来的吗 是争取出来的 你有着羡慕的功夫 还不赶紧去抓个好男人 我倒是想啊 问题现在哪儿还有好男人呀 对 就这么一个好男人 还被小鸭给占上了 他们现在是刚开始 看好吧 我敢打赌 不超过一个月 矛盾就会彻底爆发 怎么至于吧 这你们就不懂了吧 他们这是刚开始新婚一耳 但是等新鲜感一过 好日子就到头了 不至于吧 但愿不要这样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我对爱情就真的绝望了 谢谢你啊 谢我什么 虽然我不太在乎别人的眼光 但是他们都那样围着我议论 我还是挺难过的 所以我替你报仇啊 你开心吗 当然了 你没有看到他们看我那个眼神啊 都羡慕得不行了 不过 以后玫瑰花就省了吧 太浪费钱了 那怎么 换口大葱 你喜欢实在的 那必须的 所以呢 今天的花家四房菜 咱们也不去了 我们就去找个快餐店 吃点东西吧 那怎么行呢 咱俩结婚到现在 我没有请过你吃一顿像样的饭 结婚那天你还没吃饱 美女给我个机会 让我自我救赎一下 应该救赎的人是我 我都害得奶奶去跟晚辈借钱了 我觉得我们还是不要去管子了 要不然真的很有负罪感 你不要有负罪感 咱们再穷这点生活情绪要有吧 生活情绪也不一定要花很多钱啊 一百块钱有一百块钱的浪漫 一块钱也有一块钱的浪漫啊 我们现在主要要做的 是艰苦朴素 赶紧攒钱 老天爷信仰实在是太好了 怎么赐给我这么好的一个七仙女 才知道啊你 赶紧烧高香去吧 不过今天晚上这餐饭 一定不能少 以为 咱们俩还要请咱妈吃啊 原来是想趁机表现一下呀 你好聪明啊 你很狡猾耶 喝汤喽 阿姨 这个汤啊不仅对身体好 而且对皮肤也好 我用猛火炖了两个小时呢 而且一定还要用没下过蛋的小母鸡才行 这城里是根本买不着的 我特地托人从乡下带的 您尝尝 娜娜 你还真有心呢 现在的姑娘有几个会做饭的 嗯 味道不错 你这手艺啊 你这手艺啊 跟酒店的大厨 不相上下 阿姨您过奖了 女孩子嘛 就是要上的厅堂 下的厨房才行 留得住男人的胃 才能留住男人的心 对吧 对对对 娜娜 要是你做我的儿媳妇 我做梦啊都会笑 好 少勇 您快喝汤 最近辛苦了 好好补补 少勇 这是娜娜特意给你包的汤 味道不错 喝吧 不喝 反胃 我叫你喝你就喝 不是为你好吗 我吃饱了 我向你工作了 不陪你们了 怎么了 妈 坐下 妈 你给我坐下 怎么 连给我吃个饭都不愿意吗 好吧 明天我就回老家 省得你心烦 妈 我是真的有事要忙 忙忙忙 你到底要忙到什么时候 挣那么多钱有什么用啊 三十多岁了 到现在 连个媳妇都没找到 你还要做到什么时候 你要等我死了再找吗 妈 你干吗又说这个呀 你既然不喜欢正家 你走吧 阿姨 您别这么想啊 首枉她最近是忙了一些 因为酒店正在拓展嘛 酒店心里马上就要开张了 公司的人都帮不上她 能帮上她的人又少 她确实都得亲力亲为 您以后要是觉得无聊的话 您就找我 我随叫随到 对啊 妈 你没事找丽娜 让她陪你逛街买买东西 反正咱也不缺钱高兴嘛 儿子 你都三十多岁了 妈在你这个年龄啊 你都多小些一年级了 你还要拖拖什么时候 妈 那给我点时间 我肯定给您找一个满意的媳妇回来 满意的媳妇 我看丽娜就不错 阿姨 你别这么说 人长得漂亮又能干 阿姨 你太过奖了 不但生活上能照顾你 事业上还是你的好帮手 我跟少勇是互相帮助 你看 多和谐呀 就这么定着 妈 太草率了吧 吃饭 不管我愿不愿意 你已经是我女婿了 我只想对你说 我这个女儿 我就交给你了 我会像您一样 爱护小牙 关心她 照顾她 你要答应我 一辈子不要辜负小牙 阿姨 叫妈吧 妈 你放心 我绝不会辜负你 好 对呀 好了 好不容易吃顿饭 还搞得这么山情巴拉的 是不是也要我干了 还有你 你 你一样 对一个说明好 知道吗 丈母娘的心这么快 就飘到女婿身上去了 行了 我们互相照顾 让老人放心 来 妈 以后一定会好好孝敬您 好 干杯 来 我小的时候经常来这篇 说我心底里边最重要的秘密 你知道为什么吗 嗯 你以为我怎么喊 都没有人能听得到 苏小牙 我爱你 我爱你 喂 苏小牙 我爱你 苏小牙 我爱你 好了好了好了 苏小牙 不要再喊了 我爱你 知道了 不要再喊了 在世界尽头 追逐着 行闹着 爱你 比我的生命更重要 你喝多了吧 你喝多了吧 我没有喝多 我要你清醒 你好 我爱你 你最爱的那一首歌 这一刻 当我看到你眼中的光芒 我终于可以确信 我们的婚姻 不只是一世的疯狂而已 感谢上天让我遇到你 你让我发现另一个自己 也许我给不了你 那种富贵荣华的生活 但我承诺我会努力 把我最好的全部都给你 感谢你 苏小雅 你让一个穷小子 有了对这个现实世界 宣战的勇气 但是只有这首歌 我还记得